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分享圣依纳绝的灵修智语 10月15日 肢体若被扯离其身 则不能活动也没有感觉 更无生命可言 您看过战争电影吗? 片中人们以各种武器 相互厮杀 血肉横飞 哀嚎崩溃 断手断脚的场面 令人惨不忍睹 抢救雷恩大斌的导演 史蒂芬·史匹伯 面对观众批评 这部电影的画面太血腥了 他回应说 真实的战争场面就是如此 任何人为的修饰 只会让观众更不了解战争是什么 森伊纳绝参加过战役 被炮弹轰炸断腿 养伤期间 他深深了解肢体和身体的关联性 他将这个经验为我们做灵修解说 一个被扯离身体 一个被扯离身体的肢体 不再从身体取得一点动力 感觉或任何生命 身体是有生命的 肢体离开的身体 得不到营养就没有生命力 信仰团体是生活的 圣保禄用基督奥体说明基督和信友 及信友彼此间的关系 就像身体和肢体的关系一样 在具象的肢体中 有不同的功能 彼此相互观照 才能发挥效益 彰显天主的光荣 没有活力的信仰团体 只是在一种结构中运作而已 不会觉察和意识所行的圣事礼仪 祈祷 读经的意义何在 所做的只是一种形式 电影《沉默》 那些教友为坚持信仰所做的牺牲 令人感动 在迫害下 以各种方式保存信仰 在经过几个世代后 他们的子孙已活成另外一种信仰形式 不认识 也不接受大公教会 因为忘记 就失去使徒信金所说的 我信圣儿公教会 基督信仰的团体 是所有圣者的团体 使徒信金所宣发的诸圣的相通 不是狭隘的制度性的教会 而是能够让人感受到实质上的归属 因为彼此是生活的 就如耶稣所讲的葡萄树的比喻 枝条必须和树干相连 会结果实是因为有这个关系在 和耶稣所讲的信仰的信仰的信仰 生命力自然就会远远不绝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